一九六三年開業的 卡瓦列里華爾道夫酒店 在特魯奇家族經營期間 收藏了好幾千件的藝術品 古董 是全球最大的私人 藝術品收藏家之一 而且不光是數量 而是全球許多收藏品的等級 可以和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 倫敦的國家藝廊 或是法國的羅夫公相提並論 酒店的接待處 掛著十八世紀 威尼斯最傑出的風景畫家 朱塞佩蔡斯的四幅油畫 大廳擺放著破爛國王的巴洛克木櫃 高掛在電梯入口處的這套芭蕾服 是蘇聯時期知名的舞者 紐約耶夫的舞台服裝 另外還有丹麥雕塑家 托瓦爾森的青銅作品 同款的大理石雕像 目前正珍藏在聖彼得堡的東宮 十七十八世紀的掛毯 更是處處可見 像是1725年 法國博偉皇家工廠 製造了這幅中國皇帝的故事 我認為我們是很純粹的 為一個公司很高興奮 和藝術的藝術 所以我認為 這會有很大的失誤 和殘忍 保持這個大價值的藝術 只為我們 而不是唯一的客戶 这家在罗马已奢华昂贵出名的五星级酒店 豪华双人房一晚定价420美元 套房起价2150美元 如今为了欢庆成立60周年 开放一般民众入内参观 并有专业的导览员解说 许多作品就连艺术史专家都近乎大开眼界 非常伤个非常伤产的第一 works by the young Tiepolo 去成为批评并作为一个ws它 vardır 并且贴族并为一个房子 所以这些是一切我这Se是最主规量的 除了公共空间所见的这些艺术品之外 在二十五楼套房内部也有房客专属的艺术饗宴 像是阁楼套房有普普大师安迪沃和四幅限量版的美元符号 拿破仑套房这是摆放拿破仑二世 曾经使用过的书桌 酒店管理部门表示这些专属品 若是没有人入住的话 这次也开放让有兴趣的民众参观 公司新闻王后面编译